嗨,我是Yoko 我是一位陶罗牌占卜师 金钱灵气的疗愈师 以及量子人类一节的解图师 在我的频道平常会分享关于陶罗牌教学 与灵性生活相关的助题 那我自己也有陶罗牌教学的课程 以及像是疗书共学坊这样的约定制 分享关于灵性观念的每周的读书会 那今天大家就如标题所说 要讲的是你到底应不应该找老师学塔文海 但事实上还有前面的一个标题 我最近有一个心灵上的一个转换 然后呢觉得好像过了一道坎的感觉 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也顺便讲讲很多关于我自己开始做频道 甚至是做淘罗牌教学等等的 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然后还有很多未完成 以及现在正在完成的事情 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 这些都会跟我自己看到的 塔罗牌的 我们说塔罗牌借吗 或者是学习灵性相关疗愈工具的 这一个领域的人们 我看到了哪些东西 然后有哪些痛点 我希望我提供的服务是可以解决它的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今天的语气稍微是比较 轻松自在一点 平常我在拍影片的时候 相对来说就是那种 腰杆体质 然后想要很积极的带来很多东西 非常的亢奋 非常的努力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有的没的事情 但是今天我更偏向于想要做的事情是 跟大家很直接的去聊一聊 我自己 以及我跟塔罗牌的关系 跟在看影片的你的关系是什么 那为什么我要跟你们建立这样的关系 分享 倡议 各种关于塔罗牌 或者是灵性生活 或者各种工具 我对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对我的印象是什么 起码我自己有意无意有觉察到 我自己在影片里面 其实不太愿意 讲太多负面的东西 甚至是负面的东西都比较偏向于举例 那这个举例可能都是别人 但是我很少举我自己的例子 但是近期我有开始大量的去举我自己的例子 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这件事 如果你已经订阅我很久了 应该会回想或觉察到一点这样的情况吧 那我自己是不知不觉在这个改变当中 那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我之前都觉得在我的影片里面 我不要讲太多负面的事情 甚至是我是一个引导者 我不应该去缠杂太多个人的因素在里面 但是最近渐渐的发现 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呈现我的影片内容 其实相对来说感觉有点没有人味 然后感觉我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的生活中好像不会产生什么困难什么挑战 好像我永远都很正向 我不知不觉好像塑造了一个这样的形象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事实上我的人生中我的生命中 并不是什么事都没有 不是什么活话都没有 或者是学了这些工具之后就都没事 而是我自己觉得我在影片里面要塑造这样的人设 那我觉得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 我之前有讲过那个舞妖很容易被投射 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因为这样 觉得如果我搬出一些我自己的事情 或者是我对于学习 灵性工具或者学习淘汰的这一个圈子 所看到的观察 会不会遭到抨击 会不会遭到投射 会不会有人觉得我是在 诋毁他人之类的 所以我不敢去说 但是我后来发现 我不去说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就不会了解 我看到的这个领域 或者我学习的这些东西 它存在了哪些需要被解决的痛点 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 它就会变得相当的不立体 不具体 而我真的想要带给你们的东西 或者希望大家去觉察的事情 它就会变得相当的不明确 我是最近才发现这件事的 所以我今天才会想说做这支影片 除了告诉大家说你到底应该找老师学习 应该跟Yoko学习淘汰 或学习各种的东西 从这个影片开始 我想要去做出一个这样的改变 有点像是我自己透过这个影片 给我自己一个转捩点 我打算把更多我自己的角色 放入到我分享的各种事情当中 因为我觉得那样会更立体更具体 大家也会知道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 我看到了什么事情 以及大家可以用这样我看到的事情 从我的角度来去看到这件事情之后 你再放入你自己的更多选择 我觉得可以有更多面向 对于你现在在学习的这些工具 那回到我源头来去讲 当初会开始做陶罗牌的影片 其实就是一个误打误撞 因为陶罗牌的这个领域啊 其实本来就是我国小就开始学的东西 这个是事实 那也学了十几年 接触了十几年 每天写陶罗日记 断断续续的十几年 所以对我来说我会觉得 它本来就是我生命中的 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所以我把它拿出来分享 然后分享了之后突然发现 哎呦 这个影片哦 比其他的影片都还要观看次数多 甚至是大家非常有兴趣 因为大家对于神秘这件事情 我觉得好像蛮看重的 然后陶罗牌又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觉得 那陶罗牌开始做了之后 发现大家对它很有兴趣 所以我原本影片其实过去有非常多 关于美妆啊 关于生活的各种分享 我就开始不做了 因为那些也不是我真正想做 那大家有记得我上周刚好讲到 心理发的这件事情 我就是尝试的嘛 然后发现 哎 陶罗牌是我比较有兴趣 然后又比较多人看 那我干嘛不做咧 所以我的影片就渐渐的 转向陶罗牌这个方向 然后并且在2021年 2021年的时候 正式就是我都只讲 陶罗牌相关的灵性生活 然后还有手工艺也是我自己喜欢的 那当然其实手工艺跟灵性 也是可以结合的 未来可能 慢慢会有一些东西出现 让大家知道 但是现在 嗯 还没有发想出来 那就从这个起点开始 那这个起点开始之后 我就觉得 哎 好像可以来 去做点 什么 尝试 然后也开始去 因为做了这个领域的东西 做教学 你就势必要去看一下 那别人都在做什么 然后我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我开始做陶罗牌教学的 影片之后 事实上有非常多的 YouTube的影片 是没有在做教学这件事 相对来说 那我做了二十几支教学影片 这在华语界 是我没有看过的 起码我目前的搜寻是都没有搜寻到 就只有我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去思考说 为什么会这样啊 是不是因为大家觉得 塔罗牌这件事 你们把它揭秘之后 它就不神秘了吗 我去讲说 哦 其实塔罗牌 你没有通灵你也可以学 它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工具 其实要以你来为出发点 就是我去做这件事情 去揭秘这件事情 是大家其实不想做的 大家觉得要保持一个 塔罗牌老师或占卜师的神秘感吗 但是我不是订阅这种信念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说 哦 好 那我觉得既然没有人在做 那我去做更好啊 这也是我喜欢的事情 去破除一些迷失 所以才会收到一堆迷失的私讯 迷途羔羊们的私讯 大家会问 什么要不要开牌啊 有没有牌领啊 我是不是会背业力啊 各种我之前 写过的各种疑难杂症 在影片里面都有讲 所以我后来就想说 哦 好啊 那我就开始做各种影片 然后去走跟大家不一样的路 但当然也会发现 其实这条路不是太好走 因为就是 蛮冷门的 虽然说我的订阅数一直在增长 然后也越来越多人看我的影片 但相对来说 我付出了这么多的事情 它的金钱的交换 价值的交换回来 它一定是需要哦 更多的努力掺杂在其中 我不单单是要学陶罗牌而已 我不是说我陶罗牌交得好 这一切就会非常的美好 而是 大家看我架了网站 我自己架的哦 然后 还有 各种行销 电子报的媒编 很多东西 包含在社群媒体上 大家看到的所有东西 我从来都不夾他人之手 全部都是我自己做的 包含我自己很喜欢媒编啦 就是不好意思 真的吸了这个原因 但也是真的付出了不少时间 但是因为我觉得 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那 也想要更进一步去探究 在这个领域 究竟能不能更多人喜欢这件事情 并且去接受陶罗牌 它实际是一个很平静人的事情 它其实可以帮助你 在生活中的各种面向 去觉察你自己 所以我就好 我继续做 那作者作者 开始想 出陶罗牌课程 其实一开始 开始做陶罗牌的影片就想好的 但是我一直没有什么 太明确的头绪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出的 课程是 塔罗知识库 NOTION知识库 这个资料库的这个课程 是因为我发现说 好我先做一个测试品 就是不知道大家对于 陶罗牌的学习怎么样 事实上这真的是一个很测试品 因为真的太多人去问说那堂课有没有教排义 大家很重视排义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很多书里面都有写 我真的要郑重的说 那这才是今天影片的主题 就是你真的该找老师学塔罗牌吗 其实很多书里面都有讲排义啊 你为什么需要一个老师呢 就包含我在我数字牌课程里面 我也是教排义 如果你真的要翻成就是逐字稿的话 就真的跟书里面讲的方式是一样的 只是我的东西是我的东西 就是我诠释的方式 我诠释的角度 我可能跟书里面其他作者老师是不同的 就只这样而已 但是如果你想要去看广泛的书籍自学是可以的 像是我自己就是从来没有找任何老师学习 我所有的课程都是我自己想 我自己的经验得来 因为我的人生角色是三五人嘛 我是三遥 三遥就是要一直去尝试 然后并且把自己的经验去分享给大家 最可贵的是那个经验 这是我的 人类图设计让我会做这样的事情 每个人都不同嘛 这未来可能再分享 但是现在就是告诉大家说 我是习惯这样的模式去工作的人 把自己的经验汇整成这样 汇整出课程给大家 那当然在一开始出知识库的时候 其实也很多人说觉得他们被帮助到就是 嗯 常常学陶罗牌就不知道那些东西要怎么汇整 但是我自己也知道notion其实对很多很多人来说 门槛稍微有点高 但我还是做了这件事情 老实说真的是有点吃力不讨好 但我一直相信这些事情 系统化的事情 它是需要被实现 然后仍然是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有做了一个 有划时代的事情 就是 我自己去打造的那套资料库 然后我自己有在使用 然后呢 告诉大家使用的正确观念 如何系统化变成你的牌医资料库 让你不会觉得焦虑 这件事情其实以前在教堂牌的老师不太会讲 然后接着就要来讲说 那为什么后来出了一系列 开始要出牌医的课程 然后我也跟大家说 我会分数字牌 宫廷牌 以及大牌 来去带给大家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 之前我在直播啊 介绍课程的时候 我觉得我都有点 不好意思去讲出那个根本的源头 其实最根本的源头是因为 我之前有想过我要 真的去找老师学 我以前还有那个 证照的迷思的时候 一开始做影片的时候 我就想说 那我是不是要找一个老师去学 可能比较好一点 但是 后来我在看那些老师的评价评论 或者是课纲的时候 我都觉得 好像不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课程可能也稍微有点昂贵 可能就是万起跳 其实蛮多都是八九千啦 就是八九千差不多这样 然后 我就开始思考说 好 那八九千但是它的那个价值是什么 因为大部分老师就是 很多淘楼牌老师啊 从以前到现在 其实到现在还是有很多淘楼牌老师 他们都习惯是用实体的方式 但是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实体的上完 然后就没有后续了 你有问题 遇到状况 你也没有办法找老师问 因为其实淘楼牌是一个我觉得 它是实验科学 就是你学淘楼牌 学各种牌卡 你是需要去实践 然后实践的时候我们去讨论 然后 综合大家的意见 你续续选择一个 你自己相信并且订阅的信念或价值观 你对于每张牌 你对于它的诠释 都是一个你慢慢长出来 慢慢拼凑出来 你学了我的课程之后 我是引导你去 怎么去思考这张牌 我只是引你进门 但是你必须要透过后续跟我的讨论 我不一定常常有时间跟你讨论 但是里面有其他的学员 你可以提出问题 有时候 大家常常会有这种经验 你去跟别人在聊的时候 聊着聊着你就自己解决方案了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那个解决方案本来就在你脑袋里 但是如果你没有社群 或者是没有我 这样的一个老师的 用引导的方式的回声板 你没办法反弹那个想法 或是价值观回到你的脑袋里面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更重视的是 后续的社团 或者跟你们的互动 等于现在为什么要用discord的方式 跟大家互动 是因为以前在FB社团里面 我没办法开一堆频道在里面 难不成我要开好多个社团吗 这也很麻烦对不对 我认为 就算那些课程 他可能跟你说他教了78张牌 然后给你收个八九千 甚至是分初阶跟高阶 然后呢 各自收你可能七八千块 然后呢 你可能花了快两万块学完 那学完然后呢 就没有然后了 那如果你没有去使用陶路牌 就真的没有然后了 而且很常他们的初阶跟进阶都会是 我一开始教你出的牌翼 然后接下来就是解牌班 常常都是这样的区块 但事实上我走了一个跟大部分人不太一样的道路就是 是拆数字牌 宫廷牌 以及大牌的方式来去做的 因为我发现 绝大部分的人他可 只有某部分的牌他不太会 比如说大牌不太熟 比如说宫廷牌好难 不知道 他只是需要学那一个 所以为什么我会这样拆 就是如果你对数字牌不熟 你是新手 你可以只买数字牌 再决定未来有口其他的课程 你要不要把它补进来 但是我在每一个个别牌组 我都会讲到你解牌的技巧 你要如何去应用 其实都会包含在里面 有点像是别人是 横的拆分 我是重的拆分 就像这种感觉 所以你单独去看数字牌的课程 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你从新手开始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也不会有衔接不上的问题 然后你从宫廷牌下手 你也可以只买宫廷牌就好了 那另外一个角度 为什么我会这样设计 或这样拆分我的课程 还有因为 我觉得 陶路牌不一定是适合所有人的一种工作 有些人就会觉得陶路牌好难 我就是不会 我就是没办法理解 为什么要从这些画面去解读这些东西 甚至是很容易流于我就要去背牌 甚至是即使看了有口这么多的影片 自己自学了这么久 还是很难去把陶路牌的排液 去跟生活中的事情做连结 所以会很难解牌 这是我常常遇到的问题 我就说别人问我的问题 因为陶路牌真的是实验主义 就是要常常去练习 然后幻化成一种 你解牌的时候跟牌的一种默契 所以这就会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你学了这个牌 但你可能过了一阵子 你就开始觉得 好像不是很适合我 然后我不想要使用 然后就断了 因此当你是买了一个几万块的课程 全包 结果你上了没几堂 你就上不下去了 然后开始觉得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浪费了一点钱 然后去学这个东西 我又要开始去寻觅下一个更适合你自己的工具 那这样是不是花了一些无谓的钱呢? 甚至是你没有人可以讨论去理解 你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这个工具 我们都可以用讨论的方式 来去理解你到底是不是不适合 如果你不适合 你也许就只要付这次的钱 譬如说你就是 买了Yoko的数字牌的课程 你就学了这一次之后 你发现好像不是这么的顺 那未来Yoko的课程 我们可能就先等等 但如果再过了好几年 回过头来 Yoko都把宫廷牌跟大牌都交完了 你这时候又突然觉得 我好想回去用用看陶牌 那你可以再把宫廷牌跟大牌的课程买起来 因为都是有回放 都可以看的 我就是希望可以这么的弹性 我觉得学习每个东西都要有它的弹性 尤其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为什么要搞的一定要实体呢? 我不是说那些实体的老师不对 而是那是他们习惯的方式 而且有时候用实体 虽然说要租场地什么的 但对他们来说相对是简单 我不用去学那种各种各样的设备 甚至我那个场地就是我的朋友 然后我已经跟他们很熟了 然后我就在那边 相对来说对某些传统的淘牌老师 它是简单 但可能我就是一个 Y次代为Z次代头成长的小孩 对于网络就很熟悉 然后我也觉得网络带给我们很多的弹性 那何乐而不为 为什么我不要用这样的方式 来让大家可以看回放 让大家有社群 在各种地方可以找得到我 为什么不这么做? 明明有这么简单的方式 所以我就去做了 简单的时候就这样 我就是一个很爱实验 或者是很爱去执行的人 我就很想知道 那我这样执行之后 大家会有什么反应? 那之前在做的这个社群的时候 之前开始做FB社会 其实就有一些伙伴有跟我讲 就是社员们有跟我讲 他们在其他的淘牌社团 或者什么力气的社团里面去提问 其实都蛮容易受到抨击的 但是在我那里就不会 因为大家是以一个很开放的角度 在去讨论一件事情 而不会以老卖老 以你自己很多经验 所以来去 攻击他人的想法 因为每个人学习的阶段不同 每个人用使用的工具的方式也不同 那当然我有我自己订阅的信念 很多会被我心里心来社群的人 可能多半也都会跟我很雷同 价值观雷同 你才会待在这 但是我也很欢迎 你有各种不同的想法 放进来 还跟我说 因为我们都是可以讨论的 然后更适合你的方式 只要那个你觉得适合你的方式 不会制约你做任何的决定 或者使用这个工具的方式 我都没有任何意见 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嘛 所以我才去做的像这样的一个 网络的社群 就是从YouTube的 然后 你们大家从YouTube认识我 然后进到我的Disco社群 甚至是买了我的课程 等等这样一条龙 然后就像一条龙服务 做了这么多思考 才去做了这些课程 事实上也都是因为 我希望这个工具不会停留在 表面大家对它的想象 我觉得那样真的很可惜 然后 也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然后又这么多的老师 他们不愿意去 分享这一块 他们可能在他们的课程里面 也许会讲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我只知道 我只相信我看到的 我练习淘牌的经验的过程 那我分享给你们 大部分的时候 我是真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我也没有在尝试 因为 那些东西也不用尝试 那就是真的 我自己 就是忧口我本人 发生的很多事情跟经验 其实还有很多在 做这个频道发生的很多大小事情 不一定所有人都熟知 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在其中 但是我仍然相当的深信 我做的这件事情 是对很多人有意义的 所以我会一直持续做下去 这也是我对我自己负责人 也是对你们的一种承诺 因此我觉得今天跟大家讲这么多 事实上是想要告诉大家说 你到底应不应该去找个老师学呢 然后回到这个主题 但事实上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 我现在过的这道砍 就是我愿意跟你们分享这些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也是让大家更了解我 更理解 Yoko他想要带给大家讲的是什么 你会更知道说 可能在课程里面我会带给你们什么 也更知道这个频道未来会给你们那些东西 所以其实我在成长的同时 你们也跟着我一起成长 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更好的互动方式 所以为什么要用设取的方式进行 那讲到到底应不应该找老师学 我答案就是 不一定 因为我觉得某些人在一开始学的时候 他很需要一个老师 一个他相信他的价值观的老师 像是为什么我会收到一对观众的视讯 铁定就是他们觉得 Yoko讲的东西不错 他对这个东西有见解 我想知道他怎么看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才会来问我 那有的人是真的需要这样 但是有的人就适合自己探索 比如说如果你人类图里面 人生角色有三摇的话 那你就很适合自己去探索 我真的也觉得你不一定要找老师 那如果你真的想找老师 你找到了一个跟你很对评的 那我觉得可以 像是我自己出这么多影片 其实就是去让你对评看看 我跟你是不是频率相符 你是不是想跟我上课的一种方式啊 就是你看我这么多影片 甚至是生活有氧式的影片 大概都知道我的价值观吧 那如果你认同 你就会在买我的课程的时候 更不会游移 更不会担心 Yoko给的东西的品质 对吧 所以我是给了更多评判的标准给你们 那当然那些事情也是我喜欢做 也是我想要带来的价值啊 所以就刚好一举速得 那讲了这么多 虽然说我自己也出课程了 但是 你们也不一定要买我的课程 因为我觉得 那是你真的有需求 然后呢 你觉得你跟我的频率对 这样的状态我觉得才是我们更好的互动的方式 就为什么我觉得我之前都 不是很敢跟你们直接去讲说 或行销我的课程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把故事讲完 我也也很少把我自己的经历 或我做这个频道一直以来的想法 放进来 去跟你们分享 所以我总觉得好像缺了哪一步 但后来发现其实是我自己不太敢去说这件事情 我怕会抨击到其他人 或者我会投射其他的事情 但事实上 我很相信我很真诚很珍惜的跟你们分享的时候 这件事情其实没有我自己想的这么可怕 所以我今天才会拍这支影片 跟你们说 嗯 是一路走来的 有点像心目历程 以及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以及非常非常详细 不是像那种喊口号式的 在宣传 或者介绍我的课程那种感觉 而是真的很平铺直的去描述 我这一路走来 为什么会出这些课程 然后 出了这些课程 我这样设计的原由到底是什么 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个领域的一些痛点 有的人可能不适合这个工具 但是他去买了一个很高昂的课程 浪费了他的时间 以及金钱 各种资源 但却觉得好像没学完 然后老师就不见了 哦 我跟大家一样都是一个普通人 所以 跟大家去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在学习塔罗牌是更尊重自己的感觉 而不是 悠口说什么就是什么 哪个塔罗牌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 绝对不是这样 那 今天的影片 就应该到这里了 我剩下也不知道什么结尾了 反正我就已经说了一堆我该说的 也讲了很多我自己的心里话 然后跟大家分享 那最后 不免数的 还是要来 问一下你一些问题 你自己觉得学塔罗牌一定要找老师吗 你学了塔罗牌之后 想要做什么呢 对于以上问题以及内容有任何想法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 也可以看看右方 我之前讲过关于2000订阅的各种Q&A 其实里面就已经有谈到一些关于我自己更多的事情 但是那时候的心境 跟现在的心境又不大一样 欢迎你可以去复习一下 更了解悠口哦 那我是悠口 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